我针对这个儿童性罪案法案呢 我觉得呢 我想要说的是 这个儿童性罪案法案 其实它里面的一些法律条文 让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 有必要把我们的这个结婚年龄 调到最低就是18岁 因为在这个儿童的这个 性犯罪法案底下的第15条文 它其实有讲到 首先在这个法案底下 任何人如果他未满18岁 他都是被当成是一个儿童 而同样的在这个第15条文底下 他也残明了 如果任何的一个儿童 你如果去碰触他的身体 或者让他碰触你的身体 或者是你让他去碰触自己的身体 不管他有没有同意 基本上这都已经触犯了 这个儿童性犯罪法案底下的第15条文 而一旦罪程 可以被判监禁不超过20年 同时也会受到边打的这个惩罚 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第15条文的话 那么基本上它是跟马来西亚 现有的一些法律 是起了一些冲突的 因为第一在马来西亚 如果一个少女 她未满18岁 可是她是已经满16岁 也就是说介于16到18岁的年龄里面 她是可以跟周务大臣或者是首席部长申请许可 那么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 她是可以去结婚的 可是这个允许她去结婚的条文 很明显就已经是触犯了这个儿童性犯罪法案的第15条文 因为当你肯定是结婚之后 你肯定会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 而按照这个儿童性犯罪条文的话 法律的话 那么这个情况是不应该发生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法律的话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这个被允许结婚的年龄 调整至最少要18岁 那么我们当我们说到说是穆斯林同胞的话 那么基本上穆斯林同胞 他们可以在任何的年龄结婚 只要他们得到就是Sharia Code我们的回教法庭的这个允许 那么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允许我们的小孩子去结婚 未满16岁以下的小朋友去结婚 基本上这已经是触犯了刑事法典第375条文 也就是法定强奸 法定强奸讲的是 你只要跟16岁以下的少女发生性关系 那么基本上你都已经触犯了这个法定强奸的罪名 那么我在我看来 今天我们所提成的这个儿童性犯罪法律 是在加强我的这个说法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跟一个未满16岁以下的人 发生性行为 我会说你不仅是触犯了375刑事法典 也就是法定强奸 你同时也触犯了这个第15条文 儿童性犯罪法案底下的第15条文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的首相署部长Azalina 在提成了这个法案之后他在后来的记者会还有强调 假设说除了在这个儿童性犯罪法案之后 他们接下来也会提成一系列的一些修正案 来去修订我们既有的法律 那么我希望他所提成的这些修正案的法律条文里面 也包括去把我们马来西亚结婚年龄 一次过一次性的把它化平在18岁 就是确保说18岁以下的孩童 都能够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 那么也不允许同婚再次发生在马来西亚 OK 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